發展改建委商辦 主要也是運運市場的需求 有很多機會來這邊 二零二二年 京華廣場風光動土 維京集團主席 神慶金受訪高分被招傷 現在爆出可能是 柯市府任內重大弊案 北市議員應小偉等三人遭羈押 時任副市長彭鎮生 也被升押 實際到現場不受影響 照樣趕工 史上最高容積率八百四十 京華商辦園區號稱要蓋 地上十九樓 地下七樓 四棟商辦大樓 但涉嫌土地貪污 對象還涉及前任首長 不停工嗎 高一段路停工 只能蓋五六零的這個容積 我不可能讓你蓋八四零 我們會每天都派人倒數計時 就一天還沒停工 後天就寫二 叫待見的話 我們一定對蔣萬安跟市府提出控告 蔣萬安市長 你留著蔣經國的血 請你做蔣經國的事 自家議員炮聲隆隆 北市副市長李四川表示 金華城案現在最多判斷 有沒有違反都市計畫法 如果有人涉及貪毒 被判定違法才能停工 例如都委會委員或首長被起訴 而證據到哪 北市一定會辦到哪裡 但不只金華城案 呈科士福爛帳 北市第一國菜市場 這麼剛好椰視中華工程 過程追加五十億元 也有弊案疑慮 柯文哲當年以素人之資 成功當選台北市長 還放話要追查馬好時代 五大弊案 還沒查出端倪 反爆出自己任內 留下不少爛攤 三雄黃金場 我並選台報道